夏天枕头里放上它 睡觉还能驱湿气 再厉害的湿气也轻松搞定 夏天气温高雨水大 是一年中湿气最重的时候 但是也是排湿的好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人体代谢快 揍力开 这时候排湿趋湿的话 比其他时候简单的多 湿气在我们身体 它是跟着内循环流动的 停在那儿 哪里就会显示出症状 所以湿气重的表现特别多 从上往下说 头晕头痛精神差 头面发油 脸上冒痘 脱发掉发 表现在胸腐吗 胸闷胸痛 咳嗽痰多 胃口不好 肚子胀 身体乏力困倦 下胶呢会有二阴搔痒 潮湿有异味 大便吸软不成形 另外还有皮肤上的湿疹 蕴麻疹 四肢的酸胀疼痛等等 这些症状 如果你占了好几个 那说明你就是有湿气了 刚好可以趁着夏天排一排湿气 今天呢 教你一个排湿的小妙招 不用吃药 轻轻松松排湿气 方法呢 就是在枕头里面 放一些仓珠和货香 这两味药都是驱湿的作用 仓珠造湿 健脾 驱风散寒 是驱散风寒湿的小能手 很多驱湿方和抗疫方里 都能看到它 霍香呢 不仅化湿还能解暑 夏天用它再喝湿不过了 而且呢 这两味药 气味 芳香 好闻 可以缓解头部和颈部的经络 气血 对我们的睡眠也有帮助 这个办法非常简单 每天睡觉 都等于是在排湿 不知不觉 湿气就被赶走了 你学到了吗